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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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不如和各位香港粉絲打個招呼好嗎 好嗎 大家好 大家好 剛才唱的第一首歌曲 不如和大家介紹一下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一瞬間》 這首歌是每天每一瞬間的歌 《每日 每日 每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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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 每一瞬間》 都會在你們身邊 所以唱這首歌 我相信這首歌其實很適合 左翁的聲線很貼近 而且歌名也是每一刻 每一天每一刻 我相信今晚這個Fans Meeting 絕對可以 給予左翁一個賓至如歸的感覺 你們說是嗎 對 為了報答 大家在今天的Fans Meeting上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準備 為大家送上 我覺得就好像一份 天地下來的禮物一樣 將今晚這個很熱情 最開心的晚上 我們開個Party 答應我 將最滿意 最開心的感覺 留在這一刻 好嗎 好 這個時候大家相信準備好了 我們也準備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不如這個時候 看看第一個環節 究竟是什麼 是李在玉的TMI 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大家一起坐下來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其實我知道這次李在玉在粉絲見面會 有個主題 叫做FIRST 我知道大家都準備了第一次 也一樣令人心動的環節 在較早之前 在社交平台 我們也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資料 也在今晚這個晚上 和大家會分享很多 之前他沒有和大家分享過的東西 大家是獨家可以首先聽到的 是不是很開心 這個時候我才問幾題簡單的問題 大家留意螢光幕 喂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在懷孕當中 另外一位 即是傾情演繹的工作夥伴 細子 其實很想問一下 你們兩個 之前應該是去了泰國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 Cesana Cesana 我小朋友 是啊 我和細子 我是細子 一起去看 但是 很幸福的 FIRST 他和我一起去泰國 我也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一個很幸福的FIRST 當刻 還有沒有其他的感受嗎 我看到你們兩個 真的很多很親密的互動 其實我去FIRST 所以 我沒有吃過很多 但是 其實我本人 就是做FIRST 去泰國 原來我沒有時間去吃美食 因為我要做FIRST 但是 細子吃了很多東西 我有點憎他 因為他吃了很多東西 不要緊 有機會可以在香港吃多一點 我知道細子之前 都有說過 在社交平台也有留言過 就是說 這次的旅程 其實 令到他第一次很心動 也第一次 一切都很完美 彷彿是新婚夫婦的默契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我總是 BEST COUPLE 獲得 每次都問 最佳的COUPLE 獎 究竟是跟誰一起得到呢 新人 獲得 我會跟細子 一起得 BEST COUPLE 我相信一定是可以 對嗎 但我相信你們是很好的朋友 希望你們都可以 友誼永固 但其實這次 其實就是 其實這次的FANS meeting 已經來到第四集 之前就去過首爾 東京 然後去了曼谷 然後又來到香港 我想問一下 究竟這次是否第一次來到香港 香港的初步 我以為 很珍貴的事 不知道 真的第一次來香港 想不到香港這麼美麗 第一次來到香港的感覺 除了覺得美麗之外 有什麼特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音像是怎樣 昨天採訪的時候 我都說過 Fashion的icon 感覺 香港是Fashion的icon 給她的感覺 所以 其實 我非常喜歡購物 其實我很喜歡購物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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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所以 今次 這次 為了FANS meeting 過來香港 所以 購物 先 你剛才說到 Fashion icon 其實 在我旁邊的 他絕對是一個Fashion icon 是不是 不要 不要 開心死 大家 其實這次 剛才也說過 關於李在玉的TMI 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第一個環節 看看究竟 TMI說什麼 有請 李在玉肯什麼 大家有沒有頭緒 不如我們不要賣光子 不如我們不要賣光子 李在玉肯 李在玉肯 踩聲音 到底是不是 我們看看揭衷一下 李在玉肯機子 究竟機子這件事 如何在一間間的環節可以看得到 但我相信其實 講機子絕對有的 李在玉 因為 我覺得 平時見到李在玉 說話很溫柔 對不對 然後 又經常做了很多 很有趣 有趣很漂亮的表情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之前 如果大家有做一些 Research 在上網看的時候 如果Search李在玉 粉絲見熱門的話 通常都會找到很多 很熱門的照片 其中有些 就是很有趣的 我會 看到在玉 不自覺地 有一些咬唇的 動作 現在剛剛做了 對了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預計過 原來做了這麼少的動作 原來下面的反應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原來我也有不同的習慣 原來 是嗎? 例如呢? 我剛才做了這個 好像剛才做了這個動作 這些動作 是 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要考驗一下 左翼的機制 好 第一個環節 就是需要 左翼為大家 送上 情書 要求他 還要即場地 讀出來 這個情書 為了考驗 左翼的口才方面 一會兒 在screen上 都會有一些 任務的詞語 又或者動作的提示 左翼 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一會兒就真的要考一下他的一些急才 這樣 好 這個時候 不如大家 看看 the screen 究竟 平時是些什麼 哦 再看看 究竟這十個 詞語 或者動作 是些什麼 怎樣可以即場 創作一封情書 送給現場所有的 fans 有沒有 有沒有少許 這件事是否很難度高 很嚴重 很嚴重 我說比較有些 難搞 我覺得你可以 不如這樣 這個時候我們 即場試試 對 我可以 大家聽到的 love letter 他會嘗試我會送給 我們fans的love letter 可能大家要多些熱情 可能大家要多些熱情 那還要呢 才會呢 才把那個情信 讀得 再sweet些 心情些 好嗎 給點聲音來聽聽 謝謝 謝謝 很漂亮 很美麗的地方 我為什麼現在都不知道 香港是很美麗的地方 我為什麼現在才來到這個位置呢 我也不太清楚 我是很可愛的 我是很可愛的 但是很可愛的意思 但是我不喜歡說很可愛 你說很可愛是不是很感謝你 很可愛的意思 可愛的這番話呢 點心 應該是看著吃的點心才說這件事 點心很美味 點心真的非常好吃 點心吃著點心 看著香港美麗的夜景 品嘗一些好吃的東西 可以看到美麗的夜景 因為全球大家等待我 所以我今天 在這裏 你們是我的禮物 大家謝謝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大家滿不滿意這封情信 我想問 滿意就說不滿意 一二三 滿意 給點掌聲 好嗎 非常之有急才 其實我覺得 既然左翼這麼好 送了一封情書 情信給各位現場的粉絲們 我覺得 應該都 我們要送一些東西給左翼 這個時候 不如大家留意一個 screen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說 甚麼 我看裏 沒有 我沒想過 我打算不定講這個話 這個就是來自 請輸入檢索前 W.W.W. 的對白 大家都很清楚 不如我們送一個